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東西這麼大件 這個是打卡位 我們跟大家一起聊聊 還沒拆的那是甚麼 打給你拆開 10分是多少分 100分 最佳打到 有停價 140元買給你 完價130元 好 好了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一次今年拿醜的程序 今年仍然是網上拿醜 連結我會放在info box 我現在示範一次 首先進去就會看到這次門票 而門票是完全免費的 向下拉之後就會看到今次活動的細則 為了公平起見 一張票只可以帶一個朋友 而入場就會有人核對你們的電話號碼 以及你們的身份 大家就可以在不用排隊之下 遊去在指定的時間入場 入場就可以選擇你們想要的時間和日期 輸入好你們的資料 打好你們的email 你們的門票就會自動發送去你們的email 到時拿著這張門票就可以入場 整個流程就是這麼簡單 哈記好 我是娃姐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帶大家看看我們今次年中活動的場地 現在就是這個 Dee Wun 讀Dee Wun Dee Wun上讀了Dee Wun之後 他們的管理層WhatsApp我 他說小姐 我們是讀Dee Wun 現在已經凌晨12點多了 今天就是去設置我們的場地 今年的年中活動 日期就是1月25日至1月31日 時間就是1點至下午9點 第一次這麼晚進入這個商場 已經沒有人了 因為我們以往都是市集類型的樣子 今年第一年就是跟商場合作了 他就整個地方都是肥花主題的 今晚就是去看他們怎麼搭檔 已經有人在那裡了 其實你搭這裡也好 搭電梯也好 都會上來 然後走過這一邊 想看到那個中庭 那個中庭就是這裡 那現在沒有東西興建 大家就能不能看到地下 今年的地下是一個籃球場的設計 其實它在扮著連銷市場 連銷市場都是在那些運動場搞的 粉紅色的 超級可愛的 我們本來想到來到可以幫忙 我們以前連銷是搭檔 你沒有東西啊 怎麼幫忙 你可以去幫忙嗎 快點 我來幫你 我幫你 沒有 你會越幫越沒有 怎麼組的 其實我之前也說過 戶外我們擔心下雨那些 今年就是室內 基本上不會冷 我們本來穿著外套在外面 進來都脫光了 你的圖 我的圖 我的圖 我的圖圖畫上去 很可愛的 這是什麼貼紙 貼紙來的 不不不不 不要搞搞真 是我的心血 這壇東西 真的畫了我很多晚 因為我沒想過一個商場 我以前做檔的時候 只是做個類似Banner的位置 小小的招 唉 今年整場 連3D公仔 我要起了所有稿 沒想過做一個商場 是要畫這麼多圖 他們現在就在組裝檔 我的檔好像不是這樣 我的檔好像是 真的維園放年宵的 是棚架 我看我的設計圖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12點13分 我們跟大家吃驚一下 那些還沒拆的 我怕是什麼 但我們拆開 那些東西真的很大型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個應該是Banner 入口的位置 偷不偷看得到 它有這麼大的東西嗎 這些東西比我們高 我們現在好像 偷偷進了商場 晚上看不出來 好了我就不在那裡打擾了 我們上一層 你肚子餓了 我們一會兒去買點東西吃 反正現在這幾個小時 應該沒有我們的事 其實今年這個年中活動 搞商場 自己都挺開心的 因為我以前 剛剛說肥娃的時候 我以前舊公司問過我 他說你最想做的什麼 我記得我那時候 第一件事說的 就是想跟商場的活動合作 想那個商場是肥娃的擺設 而2022年的今年 就達成了 我們現在在樓上看下去 你看 辛苦大家了 Yoshi Yoshi 我們只能做到東西 就是為他們打氣 你的電話這麼漂亮 好 這裡就是肥娃 今年最新推出的電話核產品 今天踏著光臉設計 是不是漂亮很多呢 漂亮得我忍不住了 不是 我今天逼你用 是啊 是啊 今年這個是不是漂亮 這個 這個在我妹妹監工之下完成 他這樣跟我說 這個應該這樣畫 這個應該這樣 靈面真的漂亮很多 是不是 我喜歡靈面 是質感 跟你說了很多年 就是轉靈面 你又不聽我說 最壞都是我 是不是 是啊 10分又叫1分 100分 最佳打手 有情價 140元買給你 他全價130圖 我不要了 我丟你了 我不要了 他還要打 我的東西 如果我記得設計圖的話 這個是打卡位 大家看看 有我 好開心 這個是我的Poster 這個就是剛才很大塊的門口的位置 這個是肥娃工廠新春園遊 左邊這個位置就是我的檔 然後這個是入口 然後這裡是其他的檔主 它整個場是模擬的維園大型年宵 到時還會多兩隻3D的大公仔 那個也是我超期待 之前差點做不到 真的哭不出來 大家看不見我用了這支大麥克風 原因是 我忘了一支小麥克風 我上次拍完影片之後 還有一開二的 我忘了其中一個 為什麼可以用大頭下 為什麼會這樣 麗華 為什麼你不提我 關我給你試 我自己帶出去拍片 拍了幾次都沒事 為什麼你拍片又出事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又糟糕了 我現在這個感覺 有點像是上帝視角 看下去 我第一次蓮燒搭檔有這麼多人關心 你之前都是自己就來的 還有我們之前是粗糙活動 他肯定都比我高 這麼大的招牌 這個招牌是底部那層 我們上面還會貼一層貼紙 那你大搞 真的大搞 這個就是我們的招財貓 整個例子 蓮燒有什麼可能不要招財貓 這個他剛才貼的 就是這個的上面 然後這兩隻就在這兩個位 這個是那個門面 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東西這麼大件 有一點點我被縮小的感覺 好了 因為我們在那裡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忙可以幫助 所以我們決定 在旁邊的DONKEY吃一點東西 這個OK的 蓮燒的時候那東西 靈靈 表演一段來看看 是不是應援的那些攀炭 對 為什麼每次去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援具 很厲害 我們進來不是吃東西嗎 沒有東西吃的 沒有啦沒有東西吃啦 有些甜品 除非是你凍櫃拿的那些 買了個 巧符 然後就買了個梳芙梨 然後剛才我妹妹打算買了凍的就算了 死都要去買一些熱的東西 剛才看到好像很好吃 現在正在做這些公仔 就是我這幾個月來不停在電腦前畫的公仔 而他們將它實現了 很多年的年中活動 我都是在做一些很小的招牌 但我們剛才下去 其實招牌有很多 都是高過我自己的身高 感覺就是有一群人幫我完成了一躍 我內心想做了很久的東西 跟大家報告 現在是時間的5時15分 給大家看現在的set up 我想說很漂亮 真的辛苦大家了 很漂亮 對呀 它到時是這樣的 這麼大的嗎 對 我想不到我們的檔這麼高 為什麼桌這麼大 我們可以坐上去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的設計圖 其實你們就這樣看 連那些Banner 桌上那些 我們都轉了很多次了 一來到這個門面就是我們的入口 這個是毛火 這個維園年宵的入口 那個架 原來是招牌很大 不是 它再高一點就會穿牆 這個是一個打卡位 上面就有肥蛙的氣球 可以捉住來拍照 因為那個FID公仔未來得及 就會先放著這個指板公仔 待著 我們年宵開始的時候 那個FID公仔應該到了 第一個這個打卡位 就是跟肥蛙對面一樣拿著氣球 就是在前 這兩個位都是打卡位 肥蛙牌 然後隔離就是兩個指頭 然後它窄這個位 都是寫著肥蛙工廠 還有對溫這些字 然後第三個打卡位 就是這裡 到時候這隻肥蛙 都會有一隻3D 就是買冰糖葫蘆 原來肥蛙是這麼大的 你跟我們差不多 上面有燒賣和魚蛋 到時候我放的時候 這裡就沒有這些檔 排隊的話 就是最左邊這裡開始排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檔 軟 你好 你好 超遠 我們是碰不到的 我們是碰不到的 我覺得最好的名字 最好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可以上鎖的櫃桶 你看 哇 一邊很大 這裡不是只有我這一檔 還有其他檔 它就會有這個 招牌和貼在這個位置 有這個 人見人愛 心想事成 很多 龍精富馬 蜜豆有 這裡做一堆 連鐵馬也有我們這個名字 很漂亮 總算setup這裡已經完結 好了 剛才跟場地聊了一會 那個位置是怎樣擺 排還是怎樣排 有一樣資料之外的事 就是關於我們的檔 這個檔很漂亮 其實我們是預計這個檔 可以用來賣的 比我們想像中圓 但給不到 我給貨 所以這個最後我們相同之下 這裡的前面會變成一個拍照的區域 然後我們就要多兩張桌子 可以正常買賣東西 就成為一個L字形 這個是目前的方案 也可以解決這個方案 現在的時間是六點半 我們今天的setup已經結束了 拜拜 拜拜 辛苦了 拜拜 星期一見 對 星期一見 拜拜 真的已經累了 我感覺到好像閃眼挑針一樣 對 星期一見 對 星期一見 對 星期一見 星期一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